大家好,我是吴可南山,今年24岁。 我曾经住过中国,在海南洛阳生活过一个月。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, 我没有什么说谁可以来中国,谁不可以来中国。 但是,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后,就要学习书宿。 我今天分享一些我的下法,看看你们同意不同意。 有的外国人来了中国不愿意学习汉油, 我认认好多外国朋友来了中国不学习汉油。 他们认为会英语就可以了,但是其实很多中国人也不会英语。 这样你在中国生活就没有那么方便。 第二天,来了中国的外国朋友,一定要会使用乖子吃饭。 有的外国人,在中国肯定他们会向电源提供收资。 但是,只是很多饭钱没有收资。 如果你不会使用乖子,会给中国带来很多不方便。 还有一些外国人来了中国以后,喜欢用自己国家的规定在中国生活。 很容易放错误,希望所有出中国的外国人都能够随乡书宿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先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